这个社会不可以让好人疲惫 坏人还精神抖擞 就通通都没事 郑文燦论文抄袭也没事 这是什么标准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还有我要拜托所有的网友 大家一起来呼喊什么 呼喊无奈人出来还钱 欠国家一亿多 新潮流最大尾的 最大尾的无奈人 欠国家一亿六千多万 不要散 一亿六千多万 出来还钱 赖清德 你什么时候要叫无奈人出来还钱 潘孟安 你什么时候要叫无奈人出来还钱 欠国家一亿六千多万 可以不追讨吗 你就回答这个问题就好 你不要跟我说 无奈人他已经退党退流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真的好期待 你们民进党新潮有人敢讲 无奈人退流退党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都没联络 不知道他在干嘛 我好期待有人敢这样子讲 因为老师到时候 只要有人敢出来讲这种话 老师的第一章 马上讲 打脸打到你什么 认不出什么 小编你在忙着吗 你要帮我一下 这样子 打脸打到你女朋友都认不出来 你是谁 这样子没有 因为我们讲话要有文化气息 不要牵涉到妈妈 尽量不要牵涉到妈妈 打脸打到你的另一半 都是不出你来 无奈人什么时候还钱 什么时候还钱 不要跟大家说你没钱了 一天到晚吃香喝辣 欠债不还 而且是你造成国家的损害 像个男子汉一样 出来讲清楚 什么时候还钱 你说你没有钱 没有钱就不要欺骗台湾社会 没有钱你怎么过那样的日子 还可以出入酒店 过那么奢靡的生活 赖清德要不要叫无奈人出来还钱 你曾经用你的政治生命 帮他担保清白的无奈人 赖清德你要不要叫无奈人出来还钱 可以吗 对啊赖清德说无奈人有不法行事 要退出政坛 现在赖清德完全不敢面对这件事情 连解释都不敢解释 继续用他们的媒体优势 在回避问题 各位网友 大家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我出来问的事情 他们都不敢回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一回 黄国昌不晓得又要丢什么东西出来 这个风险太高 所以干脆什么 干脆就把乌龟把头伸到壳里面 头不要露出来 因为头一露出来 我就会拿这根冲 这样子扒下去 他们觉得跟我交手这么多轮以后 最好的策略就是用他们的媒体优势碾压我 然后无视把这些新闻全部想办法都盖掉 要不然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跟郑文餐一样